要来啦 告诉你们一样东西 有没有觉得今天我打你开门 好美啊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美 然后有一天 我觉得我的头发很不舒服 常常在我面前 咬啊咬啊咬啊 一疯出过来 做家庭的东西很 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有一天 看我的树荣 可以设计一样东西嘛 为什么?因为我买一片一两个 突然间 要不知哪里哪里找哪里找 哎呦头都痛啊 但是呢如果我有那样东西 就很简单解决 为什么?我们不要的T恤 什么布子也可以 什么东西 毛巾也可以 很简单,你简单 你不要的T恤或者一块布也可以 三角线也可以 这个三角线也可以 这个三角线也可以 四方线也可以 四方线的对折 然后怎么样呢? 将它对折了之后 我把这个东西拉出来之后 OK 把我的头固定一个 适合我的头 大小的头型 然后拿一条锁的树枕 一个锁出来的 OK 最简单 将一个布 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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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一下先 锁出来 那我锁出来 锁出来 锁出来 然后将它 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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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将锁出来的头 放在后面 然后将肚 慢慢头发 扑上来 然后拉一张 你感觉怎么样呢? 不错啦 这个东西就是 很神钱的方法 当我们买一张树枕 我相信 眉的也是蛮贵的 便宜的 都不便宜 还有 买很多个 我就不能去哪里找 因为我自己做的 我不喜欢的 对 我喜欢哪个粉色的 这条衣服 那条布很漂亮 我也可以检查的 做自己 头上树枕 也是要方便 要省钱 就是很简单 所以今天 做树枕 不满意? OK 谢谢你 拜拜